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什么掃描呢? 纯粹我只懂得叫做CT CT那些断层掃描 步入了50周年 所以就为它特意做一个科学回忆的节目 是啊 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掃描的技术 首先大家回想一下 X光的技术就有了很久了 第一个的诺贝尔物理学长就是和X光有关 但是将X光整成为一个立体影像还原 令到我们可以做脑部甚至全身的掃描的这个技术 原来是去到1970年代才成熟 应该会说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些专系掃描脑部的CT scan 其实就正式面世了50周年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确认它呢? 就是因为在50年前的9月1号 就有一个的文章就发表了 就是报告我们发明了一个机器 就可以用X光去帮我们做脑素描 就令到我们知道脑部更加多 而且最劲的能力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三维的影像重组 而这套技术到今天都是令到人获益 不只是脑部 就是全身你基本上可以做一个full body CT 我会说了 我们对于脑部的了解 不需要开刀去透视脑部认识的话 就是50年前 由这个脑部CT发明技术成熟去开始了 那你现在在医学上有什么应用呢? 这样说吧 不要说其他的那些 你只是脑素描 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照X光 如果你说早一点的时期 你就会知道照骨 是不是? 看骨科最容易照X光 就知道有没有脑部 那些骨有没有碎到 或者甚至做完手术之后评估一下 通常在骨科那里应用是多一点的 但是在一些软组织那里 就一直是比较困难一些 其中的原因就是 你怎样去做一个三维影像去还原 就是你说如果一个光 纯粹你想像一下大家去照一些骨科的X光 对于骨来说 它对于那个X光的反光度是高一点 所以它就能够在X光的菲林片里 就看到骨的影像 和一些软组织影像的巨大反差 那我们就可以令到骨头的影像就明显了很多 但是你说如果照肺啊照成呢 都会有 我们都会照X光 但是照肺 为什么都要看X光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发炎啊那些肺呢 就会有一些奇异的反光 会有一些某些的部分的发炎反应强呢 我们都可以由X光那里看到出来 老部来说也都一样 我们看回老部的组织 哪些部分是密一点 哪些部分是疏一点 其实呢 X光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途径 来帮我们看一下身体里面 不同组织里面 它们那些物质分布哪里疏一点 哪里密一点 从这里去帮我们了解老部结构是怎样的 所以如果万一老部 大家例时有什么创伤 甚至乎有肿瘤在那里呢 我们是可以由CT给出来的影像 看到里面的那个结构哪里疏一点 来大约知道那个肿瘤或者创伤的位置是在哪里 从50年前开始到现在了 那个进展有多大呢? 从最初是不是蒙茶茶到现在很精细呢? 那么说吧 现在我们做的那个scan 那个资讯处理能力高了很多 就是我都会说 就是说那个解像度高了 就是说呢 以前我们要给更加多的辐射 但是可能拿到的资讯不多 但是现在我们能够可能 以前一厘米以下结构看不到的 现在我们一厘米以下结构都可以看到一下 那小弟自己都曾经试过去看 看这些这样的CT的片 很多时候就是你那个治疗师 帮个病人 很有趣啊 我们最近不是发觉不只是帮人 帮条鱼都可以做CT scan 是的 台长也有找到出来的 就是现在画面看到的 条鱼还不是放在余光的 离开了水的 跟着下面比较湿的海绵 水给它沾住它 中间再帮它喷一下水 让它保持湿润 让条鱼不要死 跟着条鱼就很有趣的 就是这样说会不会很辛苦会死 原来又要帮它麻醉了打阵症剂 来让它做CT的 就是现在你会发觉 就是一条这样的神仙鱼呢 你都可以把它当成人 放在CT scan 为什么现在可以这样做呢 除了一个药物 就是我们能够驾驭 去麻醉条鱼的能力高了呢 也都有奈于现在做CT scan 那个的能力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加短的 scan的时间之内 拿到更加多的资讯 以前要拿这个资讯 可能需要更加长的时间 下更加多的辐射才行 但是现在就不再需要是这样 这50年来 可以看到就是CT scan的解像度 应该是有所提升的 而且当那部机器拿到的资讯 传到电脑里 可以基本上是以分钟计的时间 就已经过了 甚至乎整个身体的scan的资料 基本上病人 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 在半个小时前做完一个full body的CT scan 基本上已经落到我的电脑里 我就已经开始可以在上面画东西 来去分析它上面有些什么 没有些什么 然后就准备等医生再来 confirm 什么 你会看到这个CT scan的进步是怎么样的 而且我们不止多一个方法来看脑部的结构 现在除了CT之外 有些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看到的 大家都听过磁力共振 MRI MRI的原理 在这里我们就很简单纯粹提一提 这里也需要用到超导体的技术 用超导体 两块组成一个叫Josephson junction 这些东西 它就对于磁力的敏感度就会很高了 所以利用到这种技术 用到超导体的技术 来看我们脑上的水份上的磁性的运动 就可以帮我们追踪脑部的运动 跟这个CT scan不同 CT scan基本上就是透过X光撞下去 密一点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实色一点 白一点 疏一点的地方你就会看到透明一点 所以你看到CT scan给出来的脑影像 很多时候就是你脑部结构那种疏密的一个 密度的一个影像来的 但是上面如果你想仔细看 那些神经那些水份 水份的分布 那水份的分布 跟它本身的密度的分布 不是必然同样的 有些地方可能它的神经密度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水份密度会高一点 一点都不奇怪的 如果你想看它那个水份结构的分布 从而了解它那个神经 就是了解它神经分布的资讯 和又多一重的影像来去互相印证一下 那个肿瘤和创伤在哪里呢? 做了MRI 那MRI它就帮我们阅读到 那个水份的分布是怎么样的 那在那个医学里面 甚至乎你说做老神经科的人呢 你还要懂得把两个信号去重叠 CT的信号放在底下 然后再把那个黑白影像 再放一个橙色的半透明影像 重覆盖在这个CT影像上面 来去帮他们把那个老部 可能創伤或者肿瘤的部分呢 就定位得更加仔细 那这个呢就是说MRI的技术 就是磁力共振的技术 那同样也是了 磁力共振 你也都需要经过一个的仪器 这样去穿过去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CT和MRI呢 就进一步 可以起到一个相乎相乘的作用 那我记得在以前呢 去看看那些医生 怎样去辨别那个肿瘤那里呢 如果它在CT那里 没有信心可以确认了呢 它就要再加上MRI 甚至乎不止了 还有一样的技术我们还没介绍的 那样就叫PATScan PATScan又是什么呢 是用到一个物理学里面更加疯的概念 就是用到一些正电子 正电子就是Positron 就是说是一个正常的 带负电的电子的反物质 那我们在那个物理学 核子物理学上 我们找到一些的反应呢 是可以产生到这些正电子 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的 化学反应那些物质是 它是对人无害的话呢 我们就将它制成一个显影剂 就让病人喝下去 于是乎这些呢 会发放正电子的物质呢 就会在全身游走 包括去到脑部那里 在脑部那里呢 这些正电子 你也要不要太早 不要太迟 你有足够时间 给这些这样的显影物质 就是会发放正电子的显影物质 在身体上面游走 可以甚至去到有足够的浓度 去到脑部那里 然后又不要太迟 因为它有半需期的 你太久的话 它不会再发放这个正电子 那通常呢 如果你说要做pact scan的那些朋友 你可能都听过就是说 要搞整个咒的 因为你喝下去之后等一个小时 那你就可以正式进去pact scan那部机来看 看什么呢 就不是直接看你的正电子信号 就是由你那些正电子 接触到你身体上面的正常的负电子 两者接触之后 结合互相湮灭 就会发出一对的加码射线的光子 我们的仪器就是去捕捉 由这些正电子 产生一个能量很特别的 很固定的 那个加码射线的信号在那里 就来去帮我们看一下 那个脑部里面 哪些位置是在发放这些加码射线 就是那些这样的正电子 已经去到脑的那里 而这一种呢 比起先前两种更独立的地方 它不是只是追踪你脑的密度 哪里疏一点一点 也不是只是追踪你脑部哪里有水分 而是它是跟随着你身体的动态 尤其是血液循环 你的血液循环 进去那个脑部里面 新陳代症去到哪里 这些东西就追踪到哪里 所以如果PATScan 是更加能够反映到 脑部哪些区域是活跃着 按照计的就是 医生其中的考虑就是 除了我纯粹辨认到肿瘤在哪里的时候 也都希望它透过其他 譬如好像讲的PATScan的手段 去帮我们辨认一下 脑部哪些功能区那里是活跃着的 于是我画那个区域的时候 就尽量避免碰到某一些功能区 避免它不必要的损害 因为如果万一是牵涉到肿瘤放射治疗的话 我们除了要直接照射到肿瘤 要遇到一些走检位 那走检位你是需要照射到肿瘤以外 一个多一些的位置 来去耳察安全 你不只是以为那条界在哪里 你是遇到一些誤差在那里 但是那些誤差有时候 你又要小心了 你遇到誤差太松了 你就会影响到某一些功能区 老部很多时候很多区都不能亂放弃的 所以我记得当时是要和医生去谈的 就是说究竟我这次这个region 我遇到松一点好还是遇到蚊一点好 我要画多少 有时医生会说不要遇到一厘米了 遇到五毫米 遇到蚊一点 收窄一点 然后再慢慢逐步去重新评估 有时就要做这样的需要 所以在这里你看到 Pass scan 用到一些很独特的核子物理学 这个MRI也是用到一些超导体的物理学 甚至乎CET就用到最早一代X光的物理学 来帮我们去透视我们的脑部 那后面的图就显示到 其实呢 几类的这些数目呢 是可以夹在一起用的 是的 这个就是Pass scan和CD scan 就最黑白那张呢 就是最左边那张呢 就是CD scan 中间一张就是Pass scan 但是加上之后呢 哇 那幅很精彩 你看 这张是彩色的 是的 现在甚至乎那些电脑程式呢 它尽量可以做到那个显影 自己跟你电脑上色 就是为什么台长你看到彩色呢 就是它特意呢 帮你 怕你的眼睛看得不清楚 再帮你把那两个信号重叠之后 哪些位置有意地重叠 哪些原来没那么重叠 就把反差做得更加多 那这个就是涉及到现在那些呢 负责去做收资料处理资料 和显示影像那一套这样的医学软件 那种功力在那里 其实小弟那时候都玩过其中一两套 这些这样的医学软件 就是专是帮你去处理这些CT啊 X光啊 甚至有些Memogram啊 Pass scan啊 MRI呢 它们是提供一个很全面的运算在那里 而最劲的就是说呢 它甚至乎帮你模拟了呢 你如果未来在这个治疗里面 我再在这里给多些辐射 它的受影响范围的预测是怎么样呢 都可以全部给出来的 嗯 那这幅图片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呢 光了在肺里面 光了那一部分是什么呢 哦 原来是癌症 嗯 患癌症的这个 是的 就是现在就看到 隔了一趟 你已经知道自己有什么病了 是的 就是老部的情况也都一模一样 尤其是呢 看老部一直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老部整个东西都很均匀 那你要能够 而且很多时候 很多功能区 你希望能够做得很精确 就是如果譬如说你说肿瘤在肝 或者在肺 尤其是如果在肝 你切多了就切多了 肝自己懂得生 脑不是有切 不是有切 是的 脑就没得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于那个老部 那个掃描的要求特别高 所以为什么讲到CT scan 对老部的贡献 我们特别觉得它的贡献大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那今天完成了整一个环节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订阅 Hong